命牌还可以知道买卖房子的价格 这个不太难 不只是买卖房子的价格 跟人家谈生意的时候 你会知道说对方心里希望是什么价钱 AI 会不会取代酸民 坦白说很有可能取代80%以上的命运诗 总会抖出108颗星的牌法 可以解释出来的条文 大概在2亿到10亿之间 人来学很难 但是这个数据放在电脑 它就是一个 一瞬间的事情 好 我们大根信箱一上去 就马上得到大家很热烈的回应 我们又整理了一些网友的问题 然后来回答大家 凯莉 我们今天有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问的就是 你算命算那么多人 但是有哪一种人你不算 当然基本上我不像某些老师 说什么算女生算甘情会被业障 因为被人家的业障说又不算 那难道警察救人被业障 那他不要救人吗 如果医生救人不要救人 基本上我们不可能挑客人 指挥初接班在11月14日正式开班 我们是唯一有得到 劳动局人才培训机构认证的教学机构 课程内容包含教学的方式 都是非常严谨有结构的 从基础的原理 带你可以自己掌握指挥投诉 我们有完整的一个助教团 陪着你一起半读 陪着你一起做作业 陪着你一起做笔记 在美国的学生 因为有时差的关系 我们也会配美国的助教给你 所有上课的课程内容 我们影片都会保留 你都可以做课后的夫妻 并且我们会组建一个讨论群 有什么问题呢 你也可以放在群里面 老师也会回应 我们有完整的教材 对于命理有兴趣的朋友 你希望很完整的学会指挥投诉 甚至你已经开业很久了 别的命师客人只要走进门 他大概就知道他要问什么了 甚至连生成八字都不需要 这些高阶的技巧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通通都有 11月14号即将开课了 欢迎大家来报名 真的要说有什么不算的 原则上就是小朋友不太算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父母会小孩一出生 希望知道小孩子是什么样 可是我们会发现说 不管命理师今天讲了什么东西 我们等于都在给父母做一个催谜 下一个指令说 你的孩子可能只能干吗 可是事实上 人生的成长过程中间不是只有命盘 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去做更动 我们对于孩子基本上 大概就算说 那你的小孩子会不会出车祸这种事情 那这个保险赶快买 但通常父母会想要问说 我孩子以后要干嘛 这个是我们的态度都是 鼓励孩子多发展兴趣 跟尊重孩子的意愿 就是有些女生去问 结果算命的说 男友不是正缘怎么办 男友除非像我这么胖 我都不会是正缘 我都不能算 我只能算椭圆 事实上这个事项根本没有正缘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都知道大家所说的 我们希望的正缘是让我会爱我 一辈子跟我在一起 长长久久 但是我还是必须跟大家讲 古代的百年好喝跟长长久久 是牺牲了众多众多女人的 幸福跟人格换出来的 那我们在追求 这个两性平权的状况里面 怎么可能还同步的去追求百年好喝 与其说这个所谓的正缘 不如说是不是会有一段 有一个值得你能够赔你的生命 走上一段的扔 那这个一定会有 那至于有些命理师说没有 这个就必须我要讲了 命理师不下你啊 他怎么赚得到千 对不对 那谁不吵两次架 在感情好的人 总是会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候 那只要他这样在旁边一讲 你就开始付钱了 所以是下下你的 当然啊 还有一个问题刚好也跟刚刚那个有点类似 很多人算命啊是找心理安慰 还是就是当心理智商 那老师你对这个看法 其实算命本来就是包含了心理安慰 跟心理智商 你这样的问法 或许你会觉得说 安慰跟智商是不重要 可是事实上不是 安慰跟智商是很重要的 很多时候呢 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说 自己应该要怎么办 要面对到什么问题 当然有时候是因为这个客人 他不知道说 他合伙下去之后 那个合伙人要害他 他不知道这个事情 那我们会跟他讲 那如果单纯的只是 他人生中某些困境点 失个恋啊 或者是说大学没考上啊 那可能他需要的 其实就不是预测的部分 不是命理预测的部分 而是命理师 透过预测 给予他的信心 跟给予他的了解 然后告诉他 你要坚持下去 那这个就是心理安慰的部分 所以他应该同步要进行 对不对 医生跟你看病啊 对不对 你就得癌症了 那医生有时候 也会给你心理安慰啊 这个时候医生的安慰 力量不见得小 他给了药方 哦 还有人问到说 那AI会取代算命吗 AI会不会取代算命 AI坦白说 很有可能取代80%以上的命理师 依照AI现在的演算法 这样子的发展下去 命理学上面能够排出来的规则啊 因为我们自己上课主流在教的 所谓斗书108颗新的排法 他最高排阶是25万中 可以解释出来的条文 大概在2亿到10亿之间 这个数字 人来学很难 所以我们会跟大家讲说 不要用背书的 要用逻辑跟推理的 因为你根本记不住这么高的数据 你只能用推论 把它推演出来 但是这个数据放在电脑 他就是一个 一瞬间的事情 他一定会算得准 只要资料库够 他一定会算得准 可是他没有办法取代的是什么 他没有办法取代 就是你刚刚有的问题 安慰的部分 跟鼓励的部分 安慰跟鼓励 要建立在哪里 要建立在信赖 你会相信一个机器人吗 不会 就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其实没有办法被取代 那算命算得准 要开天眼吗 AI都可以算得准了 你何必要开天眼 对不对 不需要 当然不需要 还有人问到 拜财神要怎么拜 上次有跟大家讲 拜月老的重点是不是要把条件讲清楚 对不对 拜财神其实也是 所以所有的拜的神明都是要把条件讲清楚 那条件讲清楚之外呢 第二点就是啊 不要去讲一个啊 不理性的事情 神明只能够给予我们支持跟帮助 不能够化腐朽为神器 在求财的过程中间呢 我们当然清楚定目标 比如说我清楚定出来 我业绩要成长20% 那合不合理 就是你的 你是全公司业绩最烂 你平常业绩不要掉就好了 不要说2% 你不要往下掉就好了 结果像一球要求20% 那可能很难 所以要求一个合理的事情 让我们可以去达到那个目标 这样子才是有用的 那单纯的你什么事情都不做 那基本上都是没有用的 有人问到那个 他说真的假的 命盘还可以知道 买卖房子的价格跟赚多少钱 真的可以吗 这个不太难 这个差不多在 我们课程半年内的学生 大概都可以做得到 这个难度不高 不只是买房子的价格 你在跟人家谈生意的时候 你会知道说 对方心里希望是什么价钱 那我是希望是什么价钱 那我们中间 就会比较容易知道说 我们价钱要磋伤到什么程度 他说他是素人小白 他问说 那算命跟星座的心理测验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我们常常容易调到这种名词里面去 比如说八字跟斗树一样吗 那个八字跟斗树谁准啊 算命跟星座一样吗 不 星座本来就是算命啊 星座事实上也是命理学 那命理学里面本来就包含了心理 因为所有的命理学都是 人跟环境的变化 那人的成因里面就会包含了 你这个人的人格特质 你的长相 你的家世背景等等的 人格特质当然就包含了心理的部分 所以他 你当然可以说他一样 但他不会只是这样子而已 欢迎大家继续支持 当心箱有什么问题呢 那可以在下方留言 定期的整理完之后呢 我们就来回答给大家 各位频道呢 每个月固定 一定至少上四支影片 那这中间会包含了 更精细的命理上的技巧 然后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例的命盘 我们会怎么解析它 一些比较细腻度的解盘的逻辑 我们每个月会固定有一个时间呢 会做直播 当面的来聊 你有什么样抖树上的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